前些日子,我国南方地区终于结束了持续了近三个多月的高温气候 可骤降的温度带来的战战含义又不免让人吐槽 前一秒还身处夏季,后一秒就直接入冬 而按照往年情况,我国南部应该在9月中下旬开始入秋降温 北方自应是比较干燥的气候 而今年直接来了个大反转,出现北烙南热的现象 南方热点倒还好应对,但北方部分省份 频繁引发洪涝灾害可就太让人闹心了 这种极度不寻常的气候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让人不省心的反常气候 先说结论,引起气候反常的罪魁祸首就是今年的负热带高气压带偏离原有轨迹 异常向北的原因,估计有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这个负热带高气压带是什么东西 负热带高气压带是指赤道地区上空飘向地面堆积下沉 在动力作用下形成的暖性高压带 简单来说,当赤道低气压带的上升气流深至空中 会受到气压梯度力的影响向极地地区的上空飘去 并在地转偏向力作用下至纬度20到30处与纬圈平行 北半球里整个中纬度的太平洋和大西洋都处在这股高气压带的势力范围内 受到负热带高气压带影响的地区 夏季高温干旱,冬季湿润多雨 一般来说,负热带高气压带在7月份会向北 越过北纬25度线,将雨带带到华北地区 此时的江淮流域会进入浮汗气 气候炎热少雨,等到9月份就会规律性地朝西南方向前行 中南部各地就会慢慢入秋降温,并伴有一定的降雨 但总体感觉还是非常干爽 然而今年的负热带高气压带位置偏离了许多 不但持续时间比以往久上不少 覆盖的范围也极大的增加 受到波及的闪份城市一个接一个的冒头 呈现出了南边百姓热翻天 北方天气雨不停的情况 如果只是气温的变化及降雨量的影响 我们都还可以接受 但随着而来的自然灾害可就是对我国民众巨大的挑战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在防讯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可知 今年上半年这7月底就有3481万人次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 其他地区主要分布于黑龙江 内蒙古 吉林 河南几个省份 以及近些日子一直牵动人心的山西秋讯 他们皆是位于我国北方的地区 可见今年异常天气情况 给我国带来的灾害影响非常严重 多少家庭因此流离失所 直接导致经济总损失超过了千亿元 此外还有坚重而来 频繁登陆内地的各类台风 也给沿海城市人们的出行生活带去了极大的不便 这都是异常的复热带高气压带引发的种种恶性 虽然国庆假期过后 复热带高气压带终于不再赖着步走 开始逐步挪握难撤 但就当大家为此松一口气时 猛然增强的西比里亚冷空气 和即将登陆的双台风狮子山 原归让南风各地气温开始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除了广东福建等极各别城市外 几乎无一幸免 至于北方省份基本都快可以在艳阳里看大雪纷飞了 温度只会越来越低 事实上从上个世界五六十年代开始 我国的雨带就已经按年代推移逐步产生变化 逐雨带 先是从北方变换到了长江以南地区 进入21世纪后又重新向北推进 虽然移速缓慢 但总归是这个趋势 再上一层的原因 当然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 全球变暖 由于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及破坏 加之各类温室气体毫无节制的排放 致使南极冰川融化速度加快 全球气候变暖大趋势日益严重 影响的不只是复热带高气压带的走向 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 也在警示着人类要加强保护自然环境 维持生态平衡的必要性 若大家不重视这个问题 像这种北涝南热异常天气的情况 不但不会减少 反而更加频繁 最终遭罪的还是我们人类自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欢迎留言评论 还没关注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我是启明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